中国是茶的故乡 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 在中国已有四五千年历史 茶也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众化 最受欢迎 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绿色饮料 中国开始饮茶 大体上开始于汉朝 盛行于唐朝 唐朝的陆语 是中国唐代著名的茶文化家和鉴赏家 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门著作《茶经》 被世人誉为茶仙、茶博士 中国的茶有很多种 基本分类有红茶、绿茶、黑茶、白茶、乌龙茶、黄茶和花茶 而茶叶的种类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西湖龙井、洞庭碧罗春、黄山毛峰、安息铁观音等 说到茶,不得不提的就是茶具 中国人泡茶讲究茶道 茶具也有很多种类 而且造型优美 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之美 饮茶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能增强思维和记忆能力 能消除疲劳 茶叶里还含有不少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能使人延年益寿 饮茶还能增强运动能力 有良好的减肥和美容效果 今天你喝茶了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